大家好,今天又是我做一周更新的时间了 首先跟大家说个对不起 这周呢,我的一周更新会比较简短一点 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变化,我就不给大家拍了 因为这周我的新玩具到了 就是我的NPK测试仪 所以我有很多紧张的肥料测试要进行 首先给大家看看这两颗我放在户外的生菜 哇,现在是长得蛮漂亮 虽然说它们长得比较慢 但是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 这是我所有种的生菜当中 唯一一个全红色的这样的一个生菜 我在后院还有我的生长灯下面 长的它们都是一点点一点点的红色 但是这个是全红的 这说明它遭受了巨量的紫外线辐射 所以说它才长了这么多的花青素来保护自己 背面是绿色的,但是正面就是全红的 我一次都没采收过,这个长得非常小 而我在生长灯那边都已经采收过四次了 所以这是差别所在 它是有非常多的花青素,但是长得非常慢 其他地方是长得非常快,但是花青素就没太高了 然后给大家看看一直要死给我看的这棵黑加伦果树 长了新芽了,它没有死,活过来了 看这些叶子还是绿着呢 所以它总算是活过来了 谢谢你啊,让我们还是做回好朋友吧 这边是一些我扦插的黑加伦的枝条 已经有很多已经长出根来了 这几只呢,虽然它们没有长出根来 但是依然没有放弃希望 看它们的叶子现在还是鲜嫩鲜嫩的 所以它们希望蛮大的,再给它们一点时间 这次扦插我用的方法就是肥料加水 我没有用纯水 我觉得哪怕是扦插,我们还是要给它足够的营养 这样植物才能够更好地长出根来 它也需要新的元素来组成新的根嘛 所以说这次虽然我也是每天换水 但是我换的水里都会加一点点一点点的 Master Blend的化肥给它 可以看到我这边的成绩非常好 这边是已经生出根的 我都把它单独拿出来插到杯子里了 可以看这个已经生出很多根了 上面还有一个果子还没成熟呢 加一点肥料之后 这个生根的效率就非常快了 这些都是长出根来的 看这里长出的根 这些凸出的白点都会长出更多的根的 这株也是一样 虽然说它的叶子已经枯了 但是你看它的根上长出了很多白点 这些点都是长出根的地方 然后红薯的扦插给大家看一下 红薯叶子 我把它剪下来之后都长出根来了 这个长得特别多 一个红薯叶子就可以克隆出这么多的粉身了 这是我在牛奶河里边种的羽衣橄榄 大家看看它们现在都活下来了 九个全部都活下来了 存活率百分之百啊 我一直担心它们可能不适应外边的环境 这些都是从室内运出来的小苗 突然之间拿到湖外去 可能会不适应 结果全都活下来了 都长大了 挺好的 继续加油吧 这些都是我从超市里买回的菜 这是它的小花长出来一个新的 这是它旧的这个杆 从底下长出来一个新的 这个怎么样 我不知道 目前看到这个正在逐渐的萎缩 如果说正常的话 它也会从旁边长出来一颗的 这个老的就慢慢慢慢枯萎了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能力长出来 看这颗紫白菜 长得也挺不错的 上次闹了虫栽 我把虫卵及时的都给清除掉了 现在长得挺好的 这里边还有两颗花椰菜 不知道这些花椰菜能长出来不能 也都要耐心给它们点时间呢 看这是一颗生菜 我们把它吃的只剩下一个菜心了 把它的干泡在水里 泡了几周之后 长出了这么多的根 长出这些根之后 埋到土里它都能活的 或者是这样 在碗底铺一层两层纱布 纱布有很好的保水性 水不用太多 只要保持潮湿就行 我们可以把吃剩下的这些菜杆 菜心什么的 都放在挨的这个纱布上面 时间久了 它们也会生根的 这个是比较懒人的做法 看这个应该是快生根了 这上面白色的小凸起 这个应该就是会生根的地方 原来我更多用的是餐巾纸 但是后来我发现 餐巾纸这个东西挺容易发霉的 但是用布的话 这个情况就少很多 因此如果想尝试这种懒人的生根方法的话 我建议用布 不要用纸 报纸啊 餐巾纸啊 都很容易发霉的 这是我们家吃完的白菜 把它的根都留下来之后 可以做水培的 这是我给肥料大笔拼准备的生菜苗 种子放在这里已经发芽了 一周时间 这个种子在这里边已经长成这样了 这么长这么漂亮的根 非常适合做水培 这里是一些蒲公英的种子 也在陆续的发芽 它的降落伞的根部 那坨黑的东西就是种子 已经开始往外长根了 最后来看一下我窗台种的这些番茄和罗勒 尤其是这些罗勒 我觉得它们都活下来了 这几棵有点感觉是蔫不拉提的 可能是根没有接触好 我待会想办法给它们调整一下 但是其他这些长得都挺好的 所以报纸种罗勒也是没问题的 报纸种一切 好了那这周就简单给大家更新到这儿 我要去忙我的各种肥料了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